如果有就为他而转下吧 今年5月开始生萧猴朋友郑红运当头 采源滚滚来 快看有你身边有猴猴吗 属于猴朋友来到5月开端红运当头 采源滚滚来 属于猴的朋友天资聪颖 宽裕责任感 在工作方面 深得上司信托 在今年下半年 会有升职加薪的时机 而且属于猴朋友 因为受到三合影响 人际关系很好 不仅有贵人相助选拔 而且职场上更上一层楼 加上江姓八座官神煞降临 注定升职加薪 但是好时机都是转眼即逝的 属于猴朋友一定要懂得捉住机遇 才会为你在今年的生存带来转机 从5月开端生肖属于猴的女人家运和财运紧密相连 在取得好财运的同时 家庭之中喜事依然接连不断 如天丁天福的喜事 罪易发生在92年生的属于猴人身上 求好运则必定零 80年和68年的属于猴人则多有家人相助 资助钱财之运 自己的事业得到加持 钱财漏不掉 风生谁起在本周末之后 自己一人发财 离不开全家人的支持和鼎力 整体运势提振十分的显著 尤其是命宫有正印极星的飞入 未来半年内都将会一番风顺 仕途光明 无论是晋升还是加薪都将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总结来说属于猴朋友进取心很强 不甘落后 并且并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削弱 因此 随着阅历与能力的增加 在事业只会越来越吃香 并且也善于抓住机遇创造财富 只是他们也很喜欢大手大脚 难以节约开支 若是有一个自治力余理才能力强的伴侣 在生活上管住他 那么晚年会相当富裕 他们来到五月所谓是运好福旺的整个月 五月开端将极星高照 横财大发八百万 在今年内喜鹊报喜 喜天孙子孙女 罚家致富 贫穷的日子将不会再来 转了以后 属于猴的人将会在今年一切顺利 并且走大运三十年 心诚则灵 阿弥陀佛 为了属于猴的亲友和自己就相信一次 属于猴必幸运 属于猴的人一定大富大贵啊 迷信一回吧 如果你不属于猴 你最爱的人属于猴 或家中有属于猴 特别是1992的猴 1968年的猴 1980的猴 还有2004的猴 今晚子时 11点 至明约 晚9点 观音菩萨大开金库 属于猴的人年年裁员滚滚 平安健康 传一个 愿属于猴的好运连连 属于猴的人都心善良 不爱与人计较 所以属于猴的人都健康 平安 快乐 富有 我希望今天至少有一个人帮我转 谢谢 家人有属于猴都传播一下吧 财运亨通 马上成功 这段时间 观音菩萨大开金库 看到的人都会沾到好福气 年年裁员滚滚 平安健康 住院皆成 让我们为属于猴的人传发祈福吧 传了属于猴的江会 在今年一切顺利 并且走大运三十年 财员滚滚 心想事成 为属于猴的人传下 家人 亲戚 恋人 朋友 知己 如果有就为他而转下吧 大吉大利 属猴的人 2023年运势概述 展望未来的一年 2023年的生肖运势预测 在诸年 你会有更多的时间 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跟上你的目标 不要忘记你的梦想 虽然它们可能很难实现 但如果你做到了 你会更快乐 机会很可能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帮助你实现目标 12生肖中的第九个是猴子 那些在猴年出生的人 1944 1956 1968 1980 1992 2004和2016 会具有猴子的一些特征 这些特征包括善于交际 聪明 适应能力强 有爱心 爱玩和风趣 所有这些特征都会影响到 他们在一年中的表现 属猴的人 2023年情感预测 2023年的生肖运势预测 今年你们的关系 可能会遇到挑战 这会使事情变得更令人兴奋 也可以使事情变得更有压力 在春天到来之前 事情可能会有点困难 如果你能坚持到那个时候 你将在今年余下的时间里过得很开心 如果你做不到 那么你就可能会结束这段关系 不要让缺乏性生活成为你们关系的障碍 打滚球关注 一旦夏天来临 如果你的恋爱会变得更顺畅更浪漫 你要了解你的伴侣的需求 并确保他们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 在今年 你在朋友和家人面前可能会更加紧张 今年和孩子们交谈 要比和大人谈话容易 当你需要和成年人交谈的时候 要想好你要说的话 关于怀孕的问题 要仔细考虑后再说 属猴的人 2023年职业预测 2023年生肖运势预测 在诸年的第一季度 你的工作量会比平常要多一些 你自己要掌握好工作节奏 不要让自己感到压力过大 保持自己的调理性 这会使你觉得更舒服 另外 要抓住2023年你遇到的每一个新商机 即便你已经很忙 它会引导你在事业中取得成功和进步 向同事和老板展示你所知道的 它可以帮你结交一些新朋友 甚至还能帮你赚到额外的奖金 属猴的人 2023年财务预测 2023诸预测 今年你将有足够的钱来购买 需要和想要的东西 不过 不要坐过头 否则你可能会欠下一些负债 接近年底的时候 要开始存一些钱 并制定好明年的财务计划 属猴的人 2023年健康预测 2023年的生肖运势预测 今年你有足够的精力来做所有事情 今年你需要努力让自己保持快乐 不要把自己锁在远离世界的地方 走出去参加体育运动或其他团体活动 尝试新的运动和新类型的健康食品 让事情变得更刺激 同时保持对你的健康的关注 生肖属猴的人 五月一道愈发有尽头 生财门道开拓了不止一条 五月上旬 日子频频看不出有何不兰和惊喜 谁料到一道下半月 属猴人风生谁起 转运有望 在五月底之时首期极佳 项目做大 生意兴隆 就连买彩票都比平日里更容易中 天降横财来时突然 若能把握住亨通大运 月底就是脱贫致富之时 属猴的人是叶总体来说是不错的 因为属猴人属于天生乐观积极的乐天派 有助终身不用为钱烦恼的好运气 属猴人善于社交 如果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交际手腕优势 那在经济上就能赢得许多好机会 贵人运不错 能得到贵人的帮助和提携 但是虚荣心比较强 容易为了满足虚荣心而挥霍金钱 温馨提示 很多人工作上很多不顺心的事 财富也没有太大增加 对现实生活感到迷茫 无奈 这些种种因果业障 都是心魔和凶星作乱 难以解脱 何不信奉我佛 而得大自在 得大功德 心诚有缘之人 若佩戴开光本命佛 能有效抵挡凶星一念之词 万物皆善我们心怀善念 用更精粹的理念 为了有缘主祈福 祈愿 愿有缘之人 一生平安 财运对于每个人来说 都是至关重要的 钱虽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钱 是万万不能的 无论何时何地 都要孝对人生 对自己重新信心 只有这样 工作才有更大的动力 才能为了理想坚持下去 收获到满满的福气 生肖猪 生肖猪的人天生 就注定比较多金 此害年生人 虽然表面上容易上当受骗 但实际上 他们是相当聪明的 脑子转得超快 特别体现在商界里面 都说属猪的人比较笨 但我却不这么认为 他们是懂得怎么云 容忍保护自己的利益 还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他们 一般都会天生多金的 生肖蛇 生肖蛇的人天生 就注定比较多金 此次年生人内心 常有阴毒跟嫉妒心理 其性吻和才智